为了防范疫情花园县多项大型活动都延后办理 包括了春季集团结婚来延后办理 饭店业者也表示为了配合防疫政策 保护旅客的安全 也都愿意配合花园县政府的防疫政策 不过春季集团结婚所使用的相关耗材 也将会和花园县政府来进行协商 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 各县市政府昨日也都提升了防疫的等级 花园县政府也将近期内所要举办的活动赛事延后举行 16号下午将举办的春季集团结婚也顺言 本包的饭店业者也表示 会遵照防疫政策来配合花园县政府所做的必要措施 县政府当然下了最艰难的决定 在隔天要举办集团结婚的前 一个下午我们宣布就是要延期 那不管对新人对我们承办单位来讲 其实也有一些冲击 那当然这样的决定或许对大家都好 那当然新人最后也都能谅解 那至于饭店这边延期到什么时候 我们当然会跟县政府这边会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协调 那最主要还是要等疫情平缓之后 那饭店也没有损失 我们也不要说损失 那我想县政府跟我们这边会有一些沟通协调 那延期当然会有一些措施 那当然可能有一些食材损耗的部分 或者是已经布置一些花财等等这些 那县政府也这边也释出三亿 跟我们会有一些妥善的沟通安排这样子 防疫政策突然升级 也让花莲地区的旅宿业者措手不及 目前已接获许多游客的退订 也希望防疫政策能够奏效 减少在夏天旺季时业者的损失 疫情尤其北部相当的严峻 那以饭店目前来讲 大概退了大概有两成 大概有两成 希望疫情指挥中心针对所有的疫情能控制 疫情的严峻 花莲县政府确定延期举办春季集业团结婚 不管是业者或是旅客 也都希望能够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 能够减少观光业者在后续的损失 记者林杰寿风箱采访报道